通常我讲过如果你还不是说对于新的版本很熟悉的话 通常你先用2.x的来写 写完之后再upgrade上去 通常upgrade上去状况应该也还好啦 都可以掌握 那比如说有一些东西upgrade之后有问题 比如说包含就是这个 这边有一个simple cursor adapter 我们在import的时候 因为他将来会有那个分版本 如果说呢你们预设如果2.x的话应该是 这个enjoy.vg 点这个名称 但如果你是4.x的话 他会多一个就是叫什么 一个support.v4.simple cursor adapter 就是会多一个套件 这个套件是v4的套件 也就是说你们将来在选的时候 他会多一个选项 比如说我这些import先删掉 那你们就是重新他会重新出 出现就是说 要你import的讯息 那import的时候呢 因为我这些2.x 如果说你是 4.x的版本的话 他一定会出现两个 一个是汇入的是 这一个enjoy.vg 套件的 一个是enjoy.support.v4的套件 那你记得要选v4那个套件 那这个方法跟很多 尤其他要upgrade的部分 就是很多有些元件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尤其是出现的时候他会有删除号 你就要必须选择正确的元件 否则可能会有相容性问题 OK第1个 第2个刚刚有同学 比较confused的是这个 slate所有 这边有一些相关的是相关的资源 那实际上这个方式 是sqlite跟其他的sql语法 他应该不算是标准的语法 不过观念上应该可以通 就是说 他串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串接的符号 他把这个当成串接符号 这个id 再串接一个 点 再串接一个名称 变成一个别名 这个别名叫什么 就是pnam 如果各位不太熟悉也没关系啦 这边有个sqlite browser 这非常好用 你可以把刚刚的东西贴上来 按一个execute 结果就出来了 有没有 execute之后 他会出现有没有 原来的名称 这个栏位名称本来叫name 这个时候显示成什么 pnam 因为它是一个别名嘛 对不对 你可以设个别名 那他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1 1的话是先一个id 再点 再相交 有没有 啊实际上将来这个就有一个规则 所以这个符号有点像是 别的 别的那个sql语法里面的 有点不太一样 不是算 不是属于标准的sql语法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如果有些相关的 像刚刚 如果有些东西你踹不出来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把你的sql语法贴到这边来 比如说刚刚有个会尔子具 会尔然后呢 后面加上什么 底线id 是一个栏位名称 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1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边输入 按一个execute 也等同就是说 你还没有 在android里面run 他可以先帮你run出来 一就出来了 啊如果说你这边run都run不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sql语法就有错误了 有错误你就在这边修正 再贴过去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技巧 这个sqlite的browser 就是帮助各位做 debug用的 尤其是sql语法 像以前我们在开发那个microsoft的时候 我都会拿那个ss 来做那个sql的debug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语法有错 他会帮你mark在哪一个地方 你再去做修正就好 不然的话说真的 我有些sql语法串来串去串一堆的 那可能 光看就 头昏了 所以通常会用一些 图形化 但这也是一个方便 你可以把什么 你的sql语法 那如果有些sql语法 你你不知道对不对 串好之后结果你 不知道 你可以用什么 像以前我们会把 就是toss出来 就是或者是print出来 放或者你可以放在一个ad test里面 你可以把那个 放进去的东西再抓出来 贴到这边 再看一下 有没有错误 如果有错误 那你再修正就好了 这也是一个技巧 不然说真的这些东西 一次要一次性就要写正确 对一般入门 没有经验的同学来说 应该是很困难 所以可以藉由这个 去做 除错了 OK 那其他的相关 相关功能这边很多 各位自己再玩玩看 OK 刚刚同学问到的问题 大概会有这两个 那接下来就是说呢 我们共同事件 我把它讲完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按一下 按一下是 就是单一个查询 那如果说我按一下什么 按一下全部查询 他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查出来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按下这个全部查询 一样 公共事件进来之后的话 他会去抓他的id id的话是button search all 抓到之后的话 很简单 就再直接哪个方法 get all的方法 不就可以把所有东西再做一次 全部抓回来了 OK 所以这部分应该没问题 那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最后一个事件是 当我按一下其中一笔 Raker的时候 其实 早上有同学问到那个ListView ListView其实本身就 他本身的score是不会出现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用滑鼠的事件 他不像那个 像PC会有滑鼠 你可以用滚轮 因为他是touch 你往上推他就上去了 往下卷 另外 当然如果质量多的时候 我讲过 你可以把它摆中间 他有个default值 不一定要从第一笔开始 你可以移到中间 前面有讲过 在ListView2的范例里面有讲过 那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说希望 点选其中一笔的时候 这个ListView他能够跳出现在这一笔 记录的讯息 并且秀在哪里呢 秀在touch里面 最简单 很简单点下去 可以跳出什么呢 他把这个里面的 值 抓到touch里面 把它秀出来 这个怎么做呢 其实前面有讲过 在210的find里面也有 对不对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利用cursor就可以了 cursor.move到position 那possession根据什么呢 根据 这个里面的位置 因为他一定会一个arg2 就是传int的那个参数 他会告诉你说你现在点的是这个ListView里面的第几笔 那从0开始 index 那你就把arg2 抓过来之后 再move到那一笔 并且把他那一笔的第几栏的资料抓回来就可以 那我们要抓的是 第2栏的资料 所以抓的他的栏位顺序是012 所以把那个get string 1就好了 所以写法上非常简单 那这个比较简单 我把它秀一下给各位看 基本上就是建一个什么 ListView 这个不用写公共资料 因为 这个就一个而已啦 你就new一个什么啦 ListView Item 这位最重要是Item 那speed呢 是onSlate 这个我想讲很多遍了 OK那Click Listen了之后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 去把上面东西秀出来 第一个 他会传给我一个arg2 特别注意啊 通常他的 这个 资料形态一定是int 他就是他的位置 也就是点击的ListView上面的位置 我知道了之后 那再对应到资料库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你可以用cursor这个物件 cursor这个物件呢 就是一个表格嘛 我们所有资料里面 那把它move to position 就是说移动到 对应的资料里面的这个位置 刚好那个位置也是从零开始 所以刚好是相对的 OK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讲 就是把它秀出来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用 Mac test 就是toss出来 Toss里面的话 就是去抓什么 抓现在 因为他已经移到那一笔 那一笔呢 有123 有三个栏位 那编号是012 如果他里面 放的资料是 是字串的话 记得用什么 get the string 记起来 就抓出来 所以很简单 两行就搞定了 点下去 资料 就凑得出来 OK 所以应该 前面都讲过 这一题的话基本上 就比较完整的 所以你如果这些都可以掌握 基本上Segalize 应该不太 不是很复杂的东西 甚至你 刚刚同学问到 其实你要用 Insert 甚至你要拿他来做什么 进销存系统之类的 表单啊 做一些商用处理 都没有问题的 早期不行 为什么 最早 刚接触的时候 他是 Memory才256 ROM可能才也 差不多256而已 那时候 光做查询 光比数 大概几千笔吧 就快跑不动了 那现在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几万笔 我没试过啦 你们可以试试看 他那边印射个 几万笔 几十万笔 进去看看 会不会crash掉 那看看他的极限 而且查的速度 应该不算慢 所以如果你要建一个查询系统 也是可以 你先把资料 先看从TestFile 抓进来 或者从哪边抓进来 印射进去 然后让user去查 这边的话 只要可以组出你要的 关键字也可以啦 比如说会有 假如说你是文字 你可以用like like做万用资源 前后 万用资源 放进去 就可以查到你要的结果 所以 网路上有太多的资讯 是需要被 做成随身版的 App 只是没有人这样做 不然每次都要连线上哪一个网站去查 那不是很不方便吗 如果说你可以把这些讯息全部包装 比如说什么 像公务机关就太多了 你把它通通包起来 这些 只要没有版权问题的话 通通可以包 以后你的专长就是做什么 做查询系统 那你以后 人家想到查询系统 或者想到 App的查询系统 第一个就想到你了 所以你的生意就源源不绝了 反正以后你就怎样 做查询系统就好了 那延伸性的就很大了 或者你也可以把这些技术 在做什么 简易版的 进销存系统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就insert嘛 然后 要update就update 要delete 要search 没问题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些部分的话 其实用来用来做商用 都OK的啦 只是说 呃 就是目前 我觉得这一块也是很少人去耕耘的 现在大部分还是 停留在那个 游戏啦 通讯啦 工具啦 那商用跟Databate这一块 其实 比较少人 去做 甚至 现在还停留在Excel 以后 甚至你可以想说 一个app跟Excel 之间怎么做串联 因为现在很多人每天都要用Excel 但是他也很想要用App 可是有没有个solution 可以快速的帮我们把 他原来的Excel东西直接就放进来 马上可以帮他做事情 他就可以随时随地 很多sales嘛 你看全台湾多少sales 他的 每天我就听 听到很多的sales 他说 为什么这资料在这里 我如果出门 我资料就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帮他想一个好方法 你的App就 可能就卖不完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可以 东东脑筋 你可以去看一下现在 实际上大家的需求 你去做一个 对应的App出来 那这个价值就很大了 好